北京暴力驱逐低端人口行动有愈演愈烈之势 日前已引发民众游行抗议 港媒消息指 有上海官媒记者采访时被喷胡椒水 而更多党媒选择冷眼旁观 看蔡奇的笑话 12月11日 香港《苹果日报》报道引述北京官场消息称 针对此次清理低端人口行动 北京市委多次请求中共中央各大媒体管好辖下记者 支持北京市委的工作 及正面宣传 但是 因为对北京市委书记蔡奇火箭是晋升有所威严 加上北京这次驱逐行动确实不得人心 所以没有人愿意为其背书 而是大多抱着看笑话的心态 坐视北京遭海内外舆论围剿 不过 后期的信息显示 中宣部却有初念 下令各地宣传部门管好手下媒体 报道说 除了北京市的媒体不敢乱说 不少外地媒体 特别是网络新媒体都派人去北京采访 甚至北京中央及媒体也有介入报道 实属罕见 其中 上海澎湃新闻的记者曾在现场采访时 遭北京保安喷胡椒水 报道还引述分析称 当局控制人口定位正确 但蔡奇在执行时走样 其也蛮 粗暴的工作方式是给习近平抹黑云云 蔡奇是习近平破格提拔的亲信 从上述报道中 可以看到中共派系斗争公开化的迹象 值得一提的是 报道中所说的澎湃新闻 是来自江泽民政治老潮上海的一家党媒 澎湃新闻还先后和英国金融时报 香港苹果日报等媒体合作 推出多张北京驱逐低端人口的详细地图 一家党媒如此卖力地揭露中共政府的恶行 其目的颇为耐人寻味 目前习近平亲信李强虽然已经入驻上海 但要整肃江家势力盘根错节的大上海 并非一日之功 在此次北京排华舆论风暴中 共青团机关报中国青年报也曾吹嘘上海 此前如何令摩天大楼与李弄小巷并存 也被直挺上海打蔡奇 背后或有政治因素 另外 北京正在进行的另一项整治天际线行动 只拆除招牌 广告牌 也罕见地遭到人民日报质问 北京不少牌匾标识很不首都 摘了并不可惜 但像庆锋包子铺这种街边一层楼高的招牌也被摘了 是否真的科学 是否太一刀切 有网友称 中共党内现在像文革派都一样 双方都举着领袖招牌威胁对方 人民日报的论据竟然是 你连习近平光顾的庆锋包子铺都敢砸 习近平当局的反腐 令全党上下的贪官成为潜在的敌人 特别是中宣系统和共青团 此前一直在将派柳云山的管辖之下 给习近平搅局多年 目前虽然柳云山下台 习近平阵营也是刚刚抓过笔杆子 显然仍未卧牢 面对中共政治乱局 很多网友也漏见派系不易把中共的阴暗面公开化 让中国人和全世界看清其真实面目 斗得越激烈越好 毛泽东嫡孙 少将毛新宇9月份落选19大代表名单一度被热炒 近日 陆媒披露 毛新宇在卸任一重要职务 即中国擅自艺术学会第五届理智会会长 12月7日 中国擅自艺术学会在北京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 崔承顺被推选为新一届理智会会长 这表明 毛新宇已卸任中国擅自艺术学会第五届理智会会长 中国擅自艺术学会是经民政部批准注册登记 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直接领导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国家一级社会团体组织 毛新宇2010年1月当选为该会会长 毛新宇曾在采访中说 自己喜欢擅自有十多年了 从1994年开始收藏的文化 艺术品擅自有四千余把 他认为 擅自能体现中国文化 他爷爷有时也用擅自 我把不少擅自都用来写毛泽东的诗词 语录 由于毛新宇多次公开场合 时常把我爷爷挂在嘴边 有网民调侃 这次毛新宇再写重要职务 宣传我爷爷更难了 毛新宇是毛泽东唯一的嫡孙 毛岸青与绍华之子 毛新宇有着中共政协委员 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副部长 少将等光先口衔 2010年 40岁的毛新宇晋升少将军衔 工作室在一所军事学院中做研究员 研究他爷爷的政治理论 及毛泽东思想 成为中共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少将 2012年 毛新宇出席了中共十八大 2008年当选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以来 毛新宇每次出席两会都会是媒体追逐的明星 甚至遭到记者围堵 毛新宇还因时常发表一些高谈阔论 常把我爷爷挂在嘴边 并喜欢在中国各地提词等 引发网络笑谈 毛新宇在接受采访时一段心里话 也曾成为网民的笑料 他说我妈妈想让我去美国读书 因为那里有很多很多人在研究毛泽东思想 我听说在美国 毛主席的地位比乔治华盛顿还高 是这样的吗 采访者回答 恐怕不是 毛新宇叹气说 不会让我出国的 他们怕我出去了以后思想发生变化 或者就不回来了 此外 毛新宇还因喜欢在各地提词 却因书法捉猎 被网友们视为笑料 外媒称 这实际上是一个脑子不清楚的人 再出他爷爷的洋相 出毛家的洋相 出共产党的洋相 网民一表示 每当网络风平浪静波澜不经时 毛新宇就会出现 调剂网民心情 不过毛新宇对自己享有的优势也一直很坦白 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诚 自己的家庭关系可能给自己的职业生涯带来了帮助 今年8月 网络上曾流传一段习近平在一次军方宴会上 对站在右前方的毛新宇视若无睹 从他身边走过却不与他碰杯的视频 李克强跟随其的后面 也没有和毛孙碰杯便离开 由于毛新宇拥有毛泽东嫡孙的特殊身份 且是中共最年轻的少将 却被洗礼视若无睹 在周围的人看来 这是不祥之兆 9月6日 中共军报公布军方和武警部队 出席19大代表的名单 毛新宇等多位红二代不在19大代表名单上 港媒爆料说 当时毛新宇在其所属单位 选举19大代表时 不仅被差额淘汰 而且得票率仅为22% 李有效的票50%以上票差存在大距离 开票后 毛新宇就并复发骂道 又在清算我爷爷 值得关注的是 毛新宇是中共18大党代表 按中共惯例 党代表至少可认两届 此外 由于毛新宇拥有毛泽东嫡孙的特殊身份 同时也是毛泽东唯一的孙辈血脉传承人 他的落选曾一度引起舆论大猜想 时事评论员刘瑞少对苹果日报分析 以往毛新宇有军头辅助 但现实军队已改朝换代 加上毛新宇位列少将 但过往行为笑料百出 影响军队形象 相信今次中央在19大选前 只是踢走了毛新宇 以营造军委主席习近平务实治军作风 德国之声则引述时事评论人士的分析称 从江泽民时代开始 中共军队和其他官僚机构一样 非常腐败 基本没有什么战斗能力 把毛新宇安在这样一个位置 年年参加会议 即使也是权力腐败的一个象征 照顾关系 照顾红二代 评论称 习近平上台以后 一直着手重振军队 清理毛新与这些以前多年失位素参 不发挥作用的人 有利于整顿军队纪律 改变人浮于世的现象 非常尽量人像不发挥作用人权一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继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的提词频频遭移除之后 北京又有大动作 目前正在实施亮出天际线工程 包括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的提词在内 多个外墙牌匾被拆除 北京一场吞噬19人生命的大火之后 启动全市范围内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行动 消息称 北京城管等多部门11月27日发布了 关于开展集中清理建筑物天际线专项行动的通告 自当天起 全面清理违规建筑物外墙招牌 此后 北京不少政府大楼、高校、企业的外墙招牌陆续被拆除 12月6日 有北京网友发现 位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墙外招牌被拆除 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这八个字是由邓小平所提写 实际上 除清理强败招牌 北京很早就开始了清理不合格广告招牌 北京晚报称 至11月21日 已拆除的招牌达2008块 实际上 在拆除邓小平的提字之前 当局拆除江泽民的提字早已成为常态 早前 中国各地还曾接二连三传出江泽民提字遭铲除的消息 由此引发对当局去僵化的猜测 早在2015年就有报道称 上海空军政治学院教学楼外墙上江泽民的提字 被工程人员清除 北京军队总医院一座大楼上的江泽民提字也被清理 河北省廊坊的东方大学城 正在考虑拆除江泽民的提字等 同年8月下旬 中央党校南门口江泽民提携的 中共中央党校卧室招牌也被连根清除 对此 时政评论员李善健分析说 移走党校门口的这块石头 确实是很明确的一个信号 将确实是失事了 在位的那些人他不想受他牵连 尤其是中央党校 消息是很灵通的 知道这个消息后 赶紧跟你撇清关系 李善健认为 如果江泽民还有足够的势力 即使因为照相撞死了几个人 也没人敢动那块石头 如果真的影响交通 为什么这么多年不移走 他认为 随着事态的发展 将有越来越多的官员 出来撇清和江泽民的关系 近年来 有关江泽民贪腐淫乱 汉奸绅士 出卖国土 镇压六四学生 迫害法轮功 垂帘听政 是党政军大老虎总后台 江家父子贪腐等等罪行 不断被媒体翻炒 民间要求清算江泽民罪行的呼声四起 北京暴力驱逐低端人口行动 有愈演愈烈之事 日前已引发民众游行抗议 港媒消息是 有上海官媒记者采访时被喷胡椒水 而更多党媒选择冷眼旁观 看蔡奇的笑话 12月11日 香港苹果日报报导引述北京官场消息称 针对此次清理低端人口行动 北京市委多次请求中共中央各大媒体管好 狭下记者支持北京市委的工作 及正面宣传 但是因为对北京市委书记蔡奇火箭是晋升有所威严 加上北京这次驱逐行动确实不得人心 所以没有人愿意为其背书 而是大多抱着看笑话的心态 坐视北京遭海内外舆论围剿 不过后期的信息显示 中宣部却有初念 下令各地宣传部门管好手下媒体 报导说除了北京市的媒体不敢乱说 不少外地媒体 特别是网络新媒体都派人去北京采访 甚至北京中央级媒体也有介入报道 实属罕见 其中上海澎湃新闻的记者曾在现场采访时 遭北京保安喷胡椒水 报道还引述分析称 当局控制人口定位正确 但蔡奇在执行时走样 其野蛮粗暴的工作方式是给习近平抹黑云云 蔡奇是习近平破格提拔的亲信 从上述报道中 可以看到中共派系斗争公开化的迹象 值得一提的是 报道中所说的澎湃新闻 是来自江泽民政治老潮上海的一家党媒 澎湃新闻还先后和英国金融时报 香港苹果日报等媒体合作 推出多张北京驱逐低端人口的详细地图 一家党媒如此卖力地揭露中共政府的恶行 其目的颇为耐人寻味 目前习近平亲信李强虽然已经入主上海 但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国家一级社会团体组织 毛新宇2010年1月当选为该会会长 毛新宇曾在采访中说 自己喜欢扇子有十多年了 从1994年开始 收藏的文化艺术品扇子有四千余把 他认为扇子能体现中国文化 他爷爷有时也用扇子 我把不少扇子都用来写毛泽东的诗词 语录 由于毛新宇多次公开场合 时常把我爷爷挂在嘴边 有网民调侃 这次毛新宇再写重要职务 宣传我爷爷更难了 毛新宇是毛泽东唯一的嫡孙 毛岸青与少华之子 毛新宇有着中共政协委员 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副部长 少将等光鲜头衔 2010年 40岁的毛新宇晋升少将军衔 工作是在一所军事学院中做研究员 研究他爷爷的众青团 此前一直在将派柳云山的管辖之下 给习近平搅局多年 目前虽然柳云山下台 习近平阵营也是刚刚抓过笔杆子 显然仍未卧牢 面对中共政治乱局 很多网友也露见派系 博弈把中共的阴暗面公开化 让中国人和全世界看清其真实面目 斗得越激烈越好 毛泽东嫡孙 少将毛新宇 9月份落选19大代表名单 一度被热炒 近日 陆媒披露 毛新宇在现任一重要职务 即中国擅自艺术学会 第五届理智会会长 12月7日 中国擅自艺术学会 在北京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 崔承顺被推选为 新一届理智会会长 这表明 毛新宇已现任 中国擅自艺术学会 第五届理智会会长 中国擅自艺术学会 是经民政部批准注册登记 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直接领导到整肃江家 是立盘根错节的大上海 并非一日之工 在此次北京排华舆论风暴中 共青团机关报 中国青年报 也曾吹嘘上海 此前如何令摩天大楼 与李弄小巷并存 也被指引上海打菜籍 背后或有政治因素 另外 北京正在进行的 另一项整治天际线行动 只拆除招牌 广告牌 也罕见地遭到人民日报质问 北京不少牌匾标识 很不首都 摘了并不可惜 但像庆丰包子铺这种街边一层楼高的招牌 也被摘了 是否真的科学 是否太一刀切 有网友称 中共党内现在像文革派都一样 双方都举着领袖招牌威胁对方 人民日报的论据竟然是 你连习近平光顾的庆丰包子铺都敢砸 习近平当局的反腐 令全党上下的贪官成为潜在的敌人 特别是中宣系统和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